Toyota的Electrification 讲到Electrification 你以为我要讲的就只是 这辆新车BZ4X吗 其实不止这样 今天Toyota要我们 这个Cover的一个主题 叫做所谓的Multi Pathway 就是除了纯电动的BZ4X以外 看我身边一辆白色的 什么Camry Hybrid 还有后面一辆切割开来的 上一代的Preuse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是电动化 Toyota Malaysia准备好了吗 我记得去年1月之前 就是2022年1月以前 那辆旁边那辆Corolla Cross Hybrid 在马来西亚发布之前 那时UMW的Toyota Malaysia 就发布了一系列的 Electrification的发展方向 就是说未来的趋势 Toyota Malaysia不只是要推出 所谓的汽油车 因为我们很熟悉嘛 所谓Vios Yaris Corolla Cross CAMRY这些全部都是汽油车 未来会Multi Pathway 就是我除了做汽油车 我要做电动车 混动 然后甚至是Mirai那种轻汽车之类的 那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 这件事其实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就是产品拿进来马来西亚 那后来我们不久前前就看到BJ4X进来马来西亚 我们想说是不是 不是开始UMW马来西亚会 真的 真的很认真要做我们所谓的 可能不只是汽油车 不只是Corolla Cross Corolla Cross一辆Hybrid 然后不只是电动车 甚至我们有机会看到新的Previous 或者更多的Hybrid车型 那今天Toyota要告诉消费者的 或者告诉顾客们的就是 这确实是UMW Toyota的一个方向 但是 这个但是很可怕 就是时间 不知道 就是这个是这个是确实的一个方向 就是不只是汽油车 也不只是电动车 而是Multi Pathway 你有混动的车型 你可能会有轻汽车 那 这东西需要时间 那首先肯定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 会拿进马来西亚的就是BZ4X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讲着电动车就是一个所谓免税的优势 有免税的优势就表示说你现在拿进来 其实是最好的司机 那BZ4X在国际上 推出的时候 有很大的回响 非常大的回响 有正面的 也有很负面的 我们先说一下他的这个 基础配置好了 他搭载的是一颗71.4kW的铃链池很大哦 出移动马力204匹流利峰值266牛顿米 搭配的是一个 前置马达 所以他是前轮驱动的车型 行驶里程很有争议 因为在国外他的行驶里程可以到626公里 那今天我问了原厂 他们说今天这辆拿进马来西亚的是500多 所以跟 外国版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 他的实际 而且500多是WLTP的 的测试哦 这辆车 我刚才也问了原厂一下 当时候外国测试很多人拿出了300多公里的成绩 普通驾驶 那今天马来西亚 这辆有什么调整吗 他们讲没有调整 但是他们实际在马来西亚拿上路行驶 轻松可以拿到400 到450的行驶里程 所以这个成绩是还可以接受的 他比起之前 国外测试的 实际数据真的好很多 他的AC Charging 都可以支援到6.6kW DC的话 可以到150 所以对于一辆 这么大电池 其实1.4kW的锂电池来说 他不管是A系充 还是DC充 其实都是蛮高效的 那 价钱 原厂今天完全没有提这件事情 今天摆了 Camry Hybrid 今天摆了BZ4X 今天切开了一辆Preuse给我们看 但是没有价钱 就 我们先大概有个概念啦 20多万 200多千 220 230 到250 之间 我不知道 Toyota会用什么姿态来 来卖这辆车 但是其实 我个人还是觉得他有潜力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 牛头牌的光环 这个logo 就代表一切的 OK 造型的部分 你喜欢吗 这个造型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他 他的帅气指数有点高 完全截然不同的 Toyota家族语言 造型 帅气指数 然后整个 利落感 整个科技感 都非常帅 尤其是什么 日行灯 以及 四盏 的全LED 头灯 整体的造型就 很霸气 然后 简洁利落 因为 我们 我们要讲一件事情 电动车 电动车的 观念就是 水箱护照 我可以 会拔掉 但是问题是 你要把什么东西塞进去 有些车子 真的弄到很难看 但是 这辆的 处理 是非常 漂亮的 我们常说 Toyota的设计 是没有在做工 但是今天这辆 有 这辆的造型 很 漂亮 再来配置 还有什么 轮圈 跟外国版不一样 外国很多 配是89寸 我们现在 Display的 直接是20寸的大轮圈 然后四散车门 有smarty的感应装置 360环境显示 Yes 有 BJ4S的车尾线条有几个元素 我觉得特别吸引人 我们从上看到下 上面 来看 有扰流尾翼 很帅的扰流尾翼 第二点 再多一个 小牙尾给你 然后再往下看 直接贯穿式的尾灯 而且它的LED光条 这个段落式的呈现 非常漂亮 然后旁边 还有黑边处理 所以你 哇 整个 很帅气 然后有镜头 再来 有电动尾门 Toyota的这种 SUV车型有一个关键 我们之前在 RAV4上面有讲到这件事 Toyota 大嘛 就是要大 所以今天它即使是一辆电动车 它的后车厢空间 也没有再跟你客气的 收纳空间 非常赞 看 真的 你可以 你的装载能力是非常棒的 然后打开来 啊没有备胎啦 不要想 下面 也是有多一层的收纳空间 所以你这里可以做调整 你可以把它 往下摆 你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些空间 你要比较平坦划处理 你就 把它 对 这样子 放上来 那种 不要觉得遗憾的 六四椅被倾倒可以做 只是你必须要 这样子 再去推它 你没有一个很 因为我们我们总是觉得电动车就是要很高科技很便利 就 Switch按一下 倒 电动倒 没有 它还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就是 自己去拨那肩膀两个把手 拨了 你就有全躺平 真的是 全躺平的 后车将 好 坐上BZ4X的后座 再讲一下Toyota 大的特性 就是 这个很夸张 这个真的很夸张 应该电动车里面 后座宽阔 它是数一数二的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个问题就是 71.4GW的锂电池 也很大 在哪里 在这里 在下面 所以你看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的 腿 放着 然后我的 大腿镂空 是有 是很明显的 给我思考一分钟 我觉得 如果你这样坐着 很奇怪 可是你这样坐下来了之后 因为它宽阔有 所以你把腿放 放 放下来 其实 可以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坐 就真的很奇怪 但是你放下来之后 因为你有空间可以放 所以你就会变得 好像 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这点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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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之前做另外一辆 A-Segment的SUV 有改电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电池拉得很高 它把里面的空间吃掉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固着 然后那辆车的椅背又直 空间又小 因为它A-Segment嘛 所以你就很辛苦 但是今天因为它很宽阔 所以 你可以很轻松 你看我还可以这样子坐 哇 真的呀我有点意外 我第一瞬间坐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 完蛋 我一定要吐槽它 可是我发现 实际上 因为它空间够大 所以它有这个优势 就是你可以任意 发挥你的坐姿 厉害厉害 皮革的座椅 大腿支撑不算太长 但是因为空间够 所以 所以你 你会觉得 不够 支撑 但是不觉得说 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皮革的座椅 后面 左右有点包袱 然后这里拉开 有插tablet的地方 有两个置杯架 不错 旁边 软材质 皮革 钢琴烤漆 然后 有冷气出风口 两颗Type-C的插槽 中间隆起 不算高 真的不算高 所以 真的真的 你看这个空间 真的好可怕呀 这个这个空间怎么会这么可怕 哇 舒服 真真的 大 大就是一切 大真的就是一切 好 座上皮革的Forex 驾驶长 哇 很帅 驾驶长 超帅 但是我先说什么 忘记说座椅 座椅前座 比跟后座有明显的差距 后座的座椅设定就是 大而已 空间大 但是前座呢 你又有包袱感 大腿支撑长度也够 又有运动化的感觉 驾驶是电动调整 副驾是 手动调整 这个我没有很在意 这不是我在意的东西 但是我在意的是什么 整个 视觉感 视觉感有 有两点 一是很好 二是比较不好 好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驾驶的 驾驶舱 他给人的感觉 非常的未来感 有那种很 是 该说是战斗机 还是太空梭的感觉 帅 这个造型 这个仪表的设计 跟这个驾驶盘的口径 他不会太大 的整 整个协调感 非常棒 然后 整个造型 非常的高科技 至于我比较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整个用色 用料跟铺陈 还是Toyota 惯用的这个风格啦 就是 单调 这个单调你看 这个颜色 就是这种 灰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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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子塑料 灰黑色 我们 我们 看其他的车子 尤其现在竞争很激烈 什么 中国车 中国车 最一厉害什么 就是堆料 就是给你 非常豪华 非常 各种各样的材质 会出现在车里面 就很fancy的内装 而相对而言 Toyota的fancy在于 这个视觉感 其他就还是比较单调一些 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 screen够大 听说只有鱼要死我可以start车 真的可以 可以start车 真的是可以start车 哇塞 哦 荧幕好大呀 而且 流畅度好 画质高 所以 我觉得应该是有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这个应该是 是没有问题的 但整体的感觉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画质好 下面的按钮也很多啦 有 360环境显示 还会转哦 还会转 对 然后下面有无线充电器 有USB插槽 有制杯架 可以关闭的制杯架 有收纳格 只是我觉得我还是稍稍觉得又要来吐槽它 有点遗憾的是什么 驾驶仪表虽然这个造型看起来很酷炫 但是它的全速位显示 不够fancy 我觉得我们被 被其他品牌 宠坏了 那种很 大量的彩色啊 动画 它今天就 还是来的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驾驶盘上 的操控 驾驶盘帅 驾驶盘真的帅 这个完全新的电动界面 超棒的 然后上面有什么 有 ACC跟车 然后车道保持 因为今天BZ4X它搭载的是所谓的TSS Torota Safety 3.0 的系统 所以它的这些 进阶是 安全 跟车 车道保持 都是 最新一代 然后 据说它的这些功能 可以直接 对比 欧美车厂 我 我有做了一些功课啦 看大家的review觉得如何 那TSS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最后 就是 这辆车驾驶起来表现如何啊 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机会上头自驾 没有机会上头自驾 我们今天就只是preview看一下 其实 讲要这辆车拿进来也不知道也不确定它会是什么时候拿进来啦 但相信是目前几辆车子里面最快拿进来的一辆 这辆 会 然后 CAMRI HYBRID 我 我不乐观 我们不这么乐观 因为 你泰国组装 呃 混合动力拿进来 真的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我反而很在意的是 后面那辆红色的preview 那辆是上一代的吧 就是 就是 就是新加坡最常见的 这样新加坡最常见的 然后 这个 非常备受争议车尾的preview 就是 德大的设计师突然 突发奇想 去了一趟外太工 回来的这个设计 新一代的就非常好看 现在目前在据说是在做research了 在做research 呃 未来可能真的有机会 在马来西亚组装previews吗 我的想法还是有一点 怎么说 观望啦 继续观望啦 我没有这么乐观啦 我向来都 持保留态度 但是如果这辆车拿进来 我非常 因为 我记得当年那时候 拿进来马来西亚 免税的时候 我是 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吧 然后我就觉得是非常爽的 我觉得这是一辆很棒的车子 然后后来 免税拿掉了 它的价钱就 完蛋 不是插水 是飞天 所以 有机会拿进来 我真的是 真的很期待 真的很期待 所以 会是什么时候呢 Toyota 究竟什么时候会给我们惊喜呢 你觉得什么时候呢 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Bye